报告委员会 各位校长们 刚刚主席宣布 三十分钟吃饭是否有不够 听到一声的躁动 时间先暂停 暂停从头开始 可以吗 三十分钟 待会儿我们中午的时间 休息三十分钟 我们现在时间开始 请讲部长 请讲部长 六言五安 部长这么快 五安了 对已经马上要吃午餐了 所以说先讨论了 用餐时间 用餐也要让大家有健康的饮食 慢慢享用 部长 部长 台湾现在少子化的问题 让我们的人力资源很大的冲击 对这个要赶快想办法 每个人的竞争力一定要提升 不过不提升的话很严重 所以那就是因为以前我们 普色大学 让我们大学的数量过剩 那现在数量过剩的情形 我们教育部说 呃在这个辅导 我们所有的大学 呃机制上 用转型 或者退场机制 原则上 只要是绩效不好的 我们还是要要求退场 对不对 对我想大方向是这样 就是说他的整个 整个办学的品质各方面不错 如果只是人力 这个生源不足 这个我们也有一定的责任来协助 如果他办学条件就是不到的话 那这一方面我相信协助 协助他来做 强制的退场 把人可能转型 然后这个学校可能停办 不能等到他倒闭嘛 对 这个不 呃应该会 如果学校停办 对财政不好 就必须赶快退场 但是我们的总统 在一两个礼拜前 跟高教的人士 座谈的时候 却说 不是退场 是转型 这就是我们教育部 新的政策吗 呃我想应该这样子 就是说 他其实要分两段 大学的部分 他本身 学校这一部分 很可能是停办 停办以后 他其实 他的法人 可以进一步的做转型 所以这两件事情 并没有冲突 就是说 他有法人 跟学校的部分 学校的部分 当然 这个也可以停办 可是就要要求 我们教育部 严格的监督 只要财务状况 不佳的 我们应该要用 强制的方式 来整并 呃整并 学校的合并 也是其中一个途径 也是一个可能的 如果两个学校 就是说 合并 对于未来的发展 是更有竞争力的话 我们也乐见 这个方向的发展 这个也是其中的 一种可能性 在中研院 在二月时候 他们在 在公布 我们的高教跟科技政策的建议书里面 就有批评到说 我们大学过度的 呃呃 广涩 所以造成很大的错误 而且还评估 预估说 13年后啊 有4成的大学会倒闭 所以部长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想这样子啊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 大概平均 20万左右 有一所大学啦 那我们当时 如果用这个 Wall mean来看 我们是 是多了一些啊 100 大概如果用全球平均来看 110几所 可能是比较 以人口来看 那当然 所以说 这个确实是因为 少子化的情况 对于学校造成冲击 我的评估是这样子 就是说这个学校 如果基本办学还不错的话 我们会优先 还是从扩大声援的角度来看 我们也开始在东南亚 比较有更 更积极的 能够希望 更多的这个境外的学生 能够来参与 那未来三年 我们也从六万多人的 这样子的规模 现在希望有一个好的规划 能够达到十万人 所以补一部分的声援 从这个东南亚 从这个 从这个大陆 从这个香港 澳门 这一些中整 那来做努力啊 我相信事实上可以 部长你是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最重要 还是要严格控制 大学的数量 我们在总量这一块 也已经从总量 而且不但总量控管 那而且还在减少 总量逐年也把我们释出的总量 也在做一定的减少的 这样的考量 所以说 未来这个总量会减少 那我们声援也会开拓一部分 可以疏解这个大学 因为声援不足 可能要停办的 这样子的情况 部长 我们要赶快的来提升我们高教的教学品质 才能培育出更能够让企业所用的人才 所以我们不是说广色各个科系 这样子就可以了 要想办法赶快跟企业来结盟 怎么样共同的来培育我们的人才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学校的教务基金啊 这个基金我发现有重复的使用 不只是在谈心方面 因为我们大学有很多教授申请一些计划 计划的话我们一定会有一些学生或者硕士博士共同的做一些计划的研究项目 但是跟国科会 国科会有两千一百名的博士后的研究生 应该也有在教学上参与这个教授的一些计划 所以这双方面是不是有共同资源重复被使用的情形 我想这样子啊 就是说这个Postar的这个安排啊 国科会是一个主要的单位啦 那当然我们在五年五百亿或者相关的计划里面 他如果要批一些这个研究的人力啊 我相信这个也是可以的 可是这个每一个学校会根据他取得机会的来源 他应该会做一个比较统筹的考量 所以资源应该是没有overlap 资源应该是在各个学校在两个机会来源以后 他应该会统整来做使用 这部分应该是是不至于这样子的 不想你没有听清楚我讲的意思是说 在学校研究这个计划的时候提出了专案 但是他教授必须要有一些学员共同的来研究 这些学员是不是跟国科会的博士班的博士后的研究生重复 所以这经费有没有重复 国科会给这个博士 然后你们又给这个计划 这个应该是这样子 我应该这样说 如果他是一个Postar 他不可能拿两笔经费 他的他薪水如果是 学校是补助教授这个计划 国科会是给这个博士后的研究生这个心费 是不一样的 他是给他的薪水 其实我刚刚特别这样讲 每个学校都会聘一些Postar 这个Postar他的薪水的来源 有些是国科会来的 有些是教育部来的 那这个钱绝对一个Postar 不可能拿两份钱 所以这部 严格监督 一定拿一份 不要资源重复的措置 这个不会 这一定不会 可是如果是博士生 他的待遇的那一部分 可能一部分国会的计划的钱给一部分 然后呢 可能五年五百亿或其他的计划也给一部分 这个是有可能 可是他不是一个全时间的概念 他是只是一个part time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那个规模也是有限的 就不会说做同一件事情拿两笔钱 这个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不一样 一个是计划 一个是补助人员 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教育部严格来建议 所以我们希望大学能够迈向顶尖大学 给了12所学校来34个研究中心这个经费 光是台大 台大就拿了31亿 对 有几个研究中心在台大 台大有 他自己教育部同意的大概有七八个 可是他自己在设的 加起来大概自己也设了一些自己称的 所以十个左右啦 台大校长有没有在 杨校长 港湾大学杨校长请 迈向顶尖培训人才 也要学以自用 跟企业能够结合 所以在这方面 校长在这三年来 我们看到我们的学员的人数啊 补助款啊 学生人数是下降 可是在这个薪资方面 台高了 提高很多 这就是谈心嘛 所以我们看到学员没有增加 人才没有增加 像国外的人才 目前我们招揽进来 是不是只有两位而已啊 只有两位 那为什么我们台大是顶尖 是我们的指标性的大学 为什么 这指标性的大学 我们这么好的环境 招揽不到好的人才 进来呢 不会 相当多 其实最近我们把哈佛的那个 邱成彤教授 请他来 那给的薪资是用另外去 有一些募款进来 那个薪资是非常非常的高 是现在我们也没有办法支付的 一定要从外面的经费来 我们一直在做 那有一个数学的团队 整个会到台大来 这个事情是一定有的 一定有在做 所以我们想知道 我们校长 您认为困难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的人才出不去 懒财又进不来 有这么困难吗 困难是我们的薪资的结构 这个薪资结构每年都在调涨 我们看到你的计划里面 这从100年到102年啊 这个数字人员 从333个下降到309个 可是我们的经费是年年在增高 所以你如果有困难 你提出来 我们因为我们希望人才培训会更好 更多人才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指标性的大学 给我们有为的做法 我想其实在座的 这个每个学校校长都非常积极的啦 从这个怎么样把学生培养好 怎么样到全球去 去找好的教授进来 我相信这是他们共同的一起的努力啊 那刚才谈到的 台大的这个情况 我相信您刚刚讲的两位也 那个数字是一定有状况的 那应该是至少每年有几十位吧 我想这个是 我们希望有国外的人才 进来跟我们一起做学术的研究 才能让我们整个竞争力都能提升 品质也能够更好 是不是 部长 那接下来我是想问一下 我们的运动采券 运动采券有哪几个方向 是棒球呢 跟篮球还有哪个 他其实很多的比赛 国际的大陆比赛 都有 都有做运动采 LPGA也进来 这一些棒球当然是一定在里面 可是这个运动采基金 然后广球也在考虑 就是说他会把它更多元一点来做他可以玩的一些方法啦 这个是一个规划 不过我当然我也愿意这样看 就是说我们也不愿意 就是说只存从一个好像投注的角度去看待这个 这个东西事实上我希望他找到一个平衡啦 我们希望说他很多样 那也应该可以抑制我们的 运彩基金要稳定的 你虽然说在这里是做召集人 你也很辛苦的找了十几个企业 去想说用企业跟民间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运动 这个赛事能够更加的顺利 我们的基金能够更加的蜂蜗 但是您看到了没有 富邦啊在第一期的时候 我们的运彩基金 只要走盈余要提拨了八成 结果一直都不好 不好可是您的保证盈余要有的基金 但是富邦没有了 你们也没有裁法 没有法条去规范吗 我们还在诉讼是不是 对跟富邦的这一块 就有一部分的诉讼已经完成了啦 我们也胜诉了 那当然他也每个年度的 因为他的预估这个revenue 跟他实际上发生了有蛮大的落差 所以说他希望能够做一些调整 不过这个我们还是本于相关的合约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这一部分 那新的这个厂商我们也已经identify 而且已经签约了 从明年1月1号就会有一个新的 新的厂商这个已经做了十年了嘛 新的不是旧的我们旧的合约应该是八年 新的旧的合约是六年 新的合约是十年 十年 对 所以第二期也要开始造标了 已经造标完成 已经造标 已经造标完成 所以这造标准我们规范的条文 也是有规范这个要提拨这个盈余 还是有保障盈余 有保障盈余 有保障盈余 是保证金要先缴吗 他是应该不是用保证金的方式吧 第二年年底会提出 如果说再缴没有呢 没办法提出这个正确的保证金呢 我们还是会根据合约的方式积极的求偿 只能够这样子 没有其他的规范 我想他们其实这一次的 根据前面六年的这个经验 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 招标的过程 我想我们更严谨 做得更好 而且厂房的revenue 它的营收 其实有更 更适当的一些估算 所以我相信 已经有前面这六年的当基准 其实未来 其实评估的会比较接近 有前面的当基准 所以我们要制定出更好的方法 来约制它 所以这个 这个整个期程呢 你们要好好的去规范一下 要有目标 要有进度期程 好不好 好 希望我们的运彩 能够让我们的基金更加的好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